大家好 欢迎来到BBD解除三国杀国战 当你一个人处在乱世之中 面对着都是强大的敌人 而你又一个队友没有 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是否该丧失信心呢 那绝对不可以啊 这个时候更是你展现自我的舞台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台录像呢 就是在场上八个人 七个人或者六个人都亮将的情况下 只有你一个人孤零零的 剩下的敌人都是有队友的 这个时候你要放平心态 冷静的从夹缝中求生存 最终获得比赛的胜利啊 讲牌录像直接带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咱们先看第一局 主视角玩家叫大头算 这位玩家就是经常回来一区和七八区啊 相信那个很多人应该也认识他 他也上过我的视频啊 说一下这个选将 先说这个庞德啊 庞德在国战里我以前就是多次说过比较弱啊 但是有袁绍 所以就完全可以选啊 就是国战里袁绍这个武将啊 就是单元少都完全可以选的 元少这个武将只要你控制好节奏 是任何时候都有机会翻盘的 单元少就可以选 所以说可以无视旁得的弱 另外的话刘备马超也可以选 蜀国虽然说是比较弱 但是并不代表蜀国胜率低 相反的话 如果蜀国够猥琐够机智 呃蜀国的胜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我带来很多过很多牌蜀国的录像啊 大家也都看过啊 蜀国都怎么赢的 对不对 都并并不是呃蜀国都是最弱 但是并不代表蜀国不能赢 呃 这两个组合就是看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啊 嗯 我觉得都可以选 而且这两个组合的话 说实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分 看一下主持者选择了什么吧 主持者最终选择了马超刘备 这个棋手的手牌不是很好啊 棋手的手牌除了这张杀有用 其他牌都没啥用 174的直接开一大牢 这两张牌过 挂了个减一二 看一下114的 挂武器看看他会不会行动啊 他没有选择行动啊 嗯 主持者肯定不会亮将 这没有什么任何亮将的必要啊 这个过拆把那个减一拆掉啊 就是当场上只有一个距离的时候 也没有人亮将 你就过拆就把那个唯一距离 能杀到你的距离拆掉就可以了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肯定要拆嘛 当然如果没有距离的话 你为了不拉嘲讽 可以不去拆 不去拆 181的放了一个南蛮 放了一个南蛮的话 一般情况下 在我看了 放南蛮的人啊 他们自身都不太怕南蛮 也不太怕 AOE的反食 反正我一般是这么判断的 大家也可以这么想一下 当然有的人 online上也无脑判断 无脑放南蛮的 这个时候他挂起距离 直接去杀一个远位的思绪的 这个人啊 在我看来基本就不是蜀国 是蜀国的话 不会去这么打 这个183的也放了一个南蛮 这181和183的看起来 都像卫国在找队友 两个三血都掉血都没有卖血 两个三血都掉血 没有卖血 这个小桥直接亮了 直接谈放AOE的人 也没有什么问题 一般情况下都是谈放AOE的人 这个时候郭家去火攻小桥 我估计啊 就是他想让小桥再弹 他刷一下牌 估计是有桃子 冰的话 其实没必要冰小桥 不如冰一下下架会比较好 是我 我就冰下架 反正你三血没有卖血 冰一下比较好 是我 我就冰下架 然后火攻 选择这两个三血掉血的去火攻一下 57的去顺了一下国家 是干净直接亮将了 那就是寻求这个 打乌国团战的节奏啊 看看能不能找到队友 把那个小条冰拆掉 这个李蒙周鱼亮将 哎呦 李蒙就比较废了 基本就单周鱼啊 你要打团战的话 就是单周鱼 李蒙不可能在那登坑啊 直接顺下架 九山下架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三群三五一亮 再忙没有什么问题啊 该忙就要忙 174的没有选择亮将 这个有两种可能 第一就是他亮不亮将都无所谓 第二种可能就是 他不想过于表露自己的身份 自己身份比较嘲讽 当然他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吴国被打残了 不想亮 然后主视角的话 看看他这个牌怎么打 他当时的话去决斗国家 他的本意啊 应该想让国家卖卖血 然后还能炸炸这个吴国 不是还能让国家去打打吴国 但是这样的话 我其实这觉得这一下还是不太好 你这样决斗的话 国家有啥 他肯定拼拼过来 他并不想卖血啊 万一你是那个吴国的怎么办 对不对 有没亮将 我觉得吧 这个牌啊 你要是不想动的话 就是吃个桃过就可以了 我说你开个桃园过过就可以了 对不对 都可以 没必要去决斗国家 那国家人人家不想配合你 对吧 这也很正常啊 那这时候还得开桃园 我就三血三排过吧 G0直接去拼那个吴盟 这还有个上将攀缝啊 直接把那个武器忽悠过来了 打吴国也问题不大 之前那个乐 我觉得还是乐干净会好一点 那小条的话 毕竟中的几率比较小啊 然后呃 李萌为了保证小条出牌直接打无限 这个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虽然说 乐比较容易解 但是万一解不了了 不就亏大了 小条看一下174的武将 看了一下他看了174的副将 看了一下174武将 他看他接下来的动作啊 他并没有去搞174的 而去搞114的 这个小条的话其实啊 他用了短兵啊 直接短兵清假 小条有红 肯定是有红杀的 他这种黑桃杀都是红杀的 他也没有去杀这个174的 不知道这个174的是 真的是 吴国呢 还是说他看到那个副将特别弱 他没有去搞 去搞一下三血的暗将 让了解继续压制吴国 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毕竟现在的话 还是有可能有四个吴国的 鲁肃直接亮将 鲁肃看看 鲁肃国家还是鲁肃机灵吧 选择鲁国家 表示这个国家有桃的可能性比较大 鲁肃肯定继续去拆 其实刚才刘备马超去决斗国家那一下 基本就不是跳舞了 要是吴国的话 不会去打国家的 肯定去打这些暗将了 对不对 四个吴了嘛 你直接去打暗将就可以了 那上面174那么残 也没有手牌 直接决斗他也可以 鲁肃吃了一个桃 这很有可能就是国家的 国家有章聊吗 以雷沙 再接着反见 踩方片吗 哎呦喂 为什么不踩方片呢 扔了一个吴国 装和 哎 他副将是什么 直接亮将去拖吴国 去拖两个吴国 之前的话 他是因为被打得太残了 没有手牌了 贵手里就一个桃所以没有亮张和 但是他不知道他副将是什么 然后把那个加一贵给自己 我天哪 贾许双雄亮将了 贾许双雄亮将这就是一波的节奏啊 开吴中 呂蒙把这个打掉啊 这个就是表示 这个吴中开出来就带全场飞的节奏了 肯定不让你开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 可以先决斗吴国 再去开吴中 亮会好一点 先骗无限嘛 先决斗骗无限 然后喝了一口酒 开大 喝了一口酒 开大 他应该是想酒杀鲁素 带走鲁素啊 应该是没有黑牌了啊 反正的话 他自己决斗 夏侯渊张和自己带走夏侯渊张和就会比较好 应该是没有了 当时小桥看见的夏侯渊可能就懒得去杀了 这个决斗小决斗小桥是有风险的 你自己没有桃的话 自己没有桃这个对我让没有桃 你这 风险太大了 还不如决斗暗将 我觉得决斗暗将可能会好一点 这个直接亮将 这个时候啊 肯定要保一下这个小桥啊 桃子给小桥 把过拆给小桥 其实可以给 其实没必要给国家盘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啊 桃子把过拆 还有这个 闪给小桥 然后这个贴索啊 还有这个 当然他重铸了 重铸的话 可以给小桥三张 自己留一张连统一张闪 我觉得给国家这张闪 其实没啥必要 保一下小桥比较好 桃子肯定不能给国家了 不能让国家成绝项 保一下这个小桥比较好 另外小桥听凤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强 这个谈好了 这个不如谈国家好 他他既然敢杀啊 肯定是有桃有酒的 万键开出来 直接死了 我觉得 其实还是应该保一下小桥的 国家表示不卖血了 讲取双全无险啊 不杀不杀国家 这肯定是对的 还是怕国家卖血 捅了一下刘备 当然的话 其实现在来看啊 场上所有人都有机会 乐了一下国家 也没有什么问题 虽然说群雄是两个人 但群雄已经都残了 他应该会把G零 最后一张手牌偷掉 让刘备找机会 把这个G零秒了 有没有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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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拆一下夹血 看能不能拆掉袍子 拆掉一张南蛮 直接带走这个盘奉 要是没有桃子 就是两张牌 有杀 可以考虑 九杀铁地一下 看看能不能带走国家 这个时候就拼运一下 当然单挑肯定是国家最强啊 三个人里 没有任何选项 比较遗憾的是 铁地叛了费啊 看一下国家 接到 接到 看他是选择兔子谁啊 还是选择兔子加血 他还是觉得 加许上雄 毕竟加许有帷幕啊 而这个马超刘备 其实就是单马超啊 那剩下的话 看看上天会眷顾谁 又捅了一刀刘备啊 又说我一张赏 这一笔重铸 好 审判远交进购 好 九杀九杀 胜败 再次一举啊 张辽表示 卧槽 这明显是没闪的节度啊 不用判了 直接哎呀 铁地叛黑啊 叛黑 叛黑也带你飞啊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嗯 鼠国确实是最弱 因为单马超 但是最终反而鼠国 获得比赛胜利啊 这个很多事情啊 往往就是这样啊 很奇怪 嗯 咱们再看一局比赛 主角这个玩家叫ANNE99 七八区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他这个武将四个五五啊 非常好 我个人 看到这四个武将 首先推选的组合 就是孙权黄尬 没有悬念啊 这个武将有过 还有爆发 主动性的武将 永远比被动性的武将强 铝盟直接怕死掉 不要选铝盟 除非你没得选 再选铝盟 在国战中啊 有的选 无我啊 不要去选铝盟 孙权的话 孙权配孙权 配黄盖 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没啥意义 你既然两个武将 你不如选两个 都是主动性的武将 何必一个主动 一个被动的 对不对 孙权黄盖可能是最好的 你要非选孙权黄盖 或者孙权孙权也可以 羽毛真的玩 不建议选 没有意义 最终他选的孙权黄盖 这个棋手的手牌啊 就八号位啊 这个棋手手牌 真的非常差 没有一张防御牌 有没有知己知彼 棋手手牌非常差 主要是你八号位 这个手牌如果放在 一号位或者二号位 就比较好的 直接卡卡卡装 装备一装 对吧 87的知己知彼 看了一下下家的主将 然后还又乐了一下下家 去杀了一下下家 我这么说吧 假如说你看到主将不凶残 你不要这么做 如果比较凶残 可以这么做 我说呢 原来看到了一个袁绍啊 那我推荐你这么做 我还是说一点 假如说 你看到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赵云 我觉得你就没必要去杀他 乐他 你你不妨去搞一下别人 引导这个赵云给你打工 这局是特例啊 你看到袁绍了 我觉得你不 你不是群啊 就乐他 必须乐他 杀他乐他 不然能把他出来 是要出事的 反杀回去 哎呦喂 知己知彼怎么都乱鸡了 这个难道手牌好的不行了吗 是不是有桃子啊 什么的不舍得 哎呦天哪 张角出来了 直接劈 直接雷击下去啊 没有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 黑牌 其实这个时候 我建议不要脱管啊 就是别人放外面的时候 你暴露你没闪啊 回头别人直接九啥就拍过来 你不脱管的话 不暴露你没闪 这种动作啊 大家还是要避免一下 我一般都迷惑别人 有时候大家可以迷惑啊 比如说你有闪 你可以 外面的时候 假装掉血 然后就迅速脱管一下 然后等别人以为你没闪 的时候你在九啥 你就闪了 就坑他一下 这个17级的直接亮将了 我还想标他不是群的 他已经去杀张角了 直接亮将 去虎 打张角 看一下 39级的 点灭 直接亮将 直接强吸张角 杀嘛 其实可以杀一刀啊 之前不是那个情欲杀过了吗 有没有进攻不上 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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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逃 有没有逃 眼上你也没有逃 好吧 别带走 张角周氏 还是挺凶惨的 又掉血 你看这骑手手牌就非常烂 等于白掉了两血 很亏的 反正弃掉 看看27的会不会亮将 黄元英亮将 黄元英亮将 也问题不是特别大 你要是寻求爆发一下 恢复恢复状态 这顺的是个寂寞 你这黑牌去顺人加取啊 你不如把一个加一 回过来保存一下自己状态 这个是个加取旅步啊 不用多谈了 主持人的话 可以亮一下孙权 黄菜不要亮 亮一下孙权 恢复一下状态 因为毕竟手牌实在太烂了 不然的话你一会再 再被这个袁绍乱击两下 都直接死啊 对不对 这个时候孙权是肯定要亮将的 主要问题是要恢复状态 因为这个袁绍马上要动 回头射两下 你死在乱军之中 这太亏了 而且这个时候你也不嘲讽 有两个那个卫国 直接开大 就是想把这个暗将带走 袁绍有杀 直接捅过去 还有个桃啊 军也有杀 看点位有没有杀 前面也是有杀的 直接捅过去 主要是有加一 就是爽啊 看着别人互相杀 这一刀还是捅这个 加许比较好啊 直接把这个暗将带走了 哎呦我天呐 哎呦我的天呐 这就是神啊 直接空城了 死不了了 怪不得他这么怕袁绍的 这个时候就是场上 哎呀呃 属国与夫妻档组合 这个魏国这个卖血流组合群雄这个爆发流组合只有孙权一个人 但是这个时候巴尔更好啊 你一个人一会儿你没有嘲讽啊 对不对 反而赢的机会会更大 直接啊 诸葛刘备啊 诸葛刘备 其实还可以 就是保证给空城 而且可以 直接就是配合队友吧 三张牌给刀 给刀约英手里 开了一个五股 开了一个五股 拿了一个腾甲 腾甲神器抢过了啊 五股开的不怎么好啊 没必要 我觉得 这袁绍旁德这个五股开的不是很好啊 没什么必要开 就两个群你开啥五股 对不对 后面就是两个卫国的 肯定要打你啊 韩冰剑给他 打假群 你看这个时候肯定没人打你啊 就你一人一会儿 对不对 反而更好 诸葛看能不能出来 也没还有一个暗将 不知道啥玩意儿 张辽啊 张辽的话 其实之前就可以了 他去偷了一下 岳英和袁绍 这个可以偷一下 岳英和贾许吧 更好一点 因为岳英和贾许 毕竟之前存的牌比较多 将其岳英 你看 就是他们这个时候 都有小伙伴 反而小伙伴之间互相厮杀 哎呦 剩个调戏剑 这是要干嘛 为了多摸一张牌啊 剩个调戏剑 我觉得吧 你还不如剩加一呢 哎呀 你有胃炎 但你直接九杀就可以吸血吧 你吸满血 剩这个加一多好啊 怎么让你点位了 打你 为了多摸一张牌 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借刀借刀借刀 把福都挥过来 哎呦 不仅不如借刀杀群羽 让群羽卖一下 给那个五四张牌 支横一下 火杀其实没啥用 火杀可以支横掉 闪流一下可以 九杀九杀 这个是闪不掉的 也是一张五五的名牌 直接带走了诸葛 不过当时袁绍开五五 可能也有个目的 就是想坑诸葛 最终 这个果然是把诸葛给坑死了 然后诸葛表示 月鹰为什么不拆它的 确实是 你真应该把那张牌拆掉 去除表示破 直接就跟你们玩命了 然后杀了一下 哎 这个直接去火 没去过 去火应该是 去除应该是没有破 他应该是自己手里没有杀 然后的话 张辽继续偷这个 贾曲和月鹰啊 其实这一下 我觉得 应该偷月鹰和张 孙权比较好 稍微限制一下孙权了 不要去打这个贾曲了 因为袁绍马上就死了 我觉得 去偷一下孙权 和月鹰 因为月鹰和孙权都是有爆发的 这两个人都得限制一下 不要去搞贾曲 贾曲没必要搞 那个袁绍被带走 是分分钟的事 真的分分钟的事 吃了一个桃 有杀嘛 可以吸下去 清全的话 又可以制衡了 先看一下手牌 制衡的话 他是想搞贴索 我知道他的意思 然后他把酒喝了 是不想被张寮凑 这个也可以啊 毕竟的话 现在假许是没有距离 袁绍 两张牌 想带走张寮 还有点难度 张寮应该有傻 腾甲 腾甲神器 腾甲神器 无敌神器 你看 对你一个人 反而没人限制你 反而你状态最好 看似他们都活着 他也不敢去我了 这个时候偷孙权吧 偷到了一个简易啊 杀嘛 终于是来现在建制孙权了 不过这个时候 我也觉得已经晚了 这还有个黄干 很可能就一波爆发 直接在全场飞了 然后这个胃炎 肯定是去吸血 红牌拆甲鱼 这个时候不要拆甲鱼了 不要拆甲鱼了 不要拆甲鱼了 这时候肯定要限制孙权的 孙权还有一个暗将 你看 别赢兵的也有问题啊 这时候大家不要去数人头啊 你不要说群还有两个 这群是什么状态了 没必要去 必须限制孙权啊 我觉得这个兵啊 就都应该贴孙权 你看看孙权的牌 带走这些人 分分钟的事啊 黄盖直接亮将 果公 继续苦 下一道 还有制衡对吧 他是应该在找铁锁 表示月鹰威胁最大 对吧 直接把你月鹰带走了 人家根本就不带这些残血的 你看 就是人家孙权 根本就不搭理这些残血的 什么袁绍啊 什么什么甲鱼啊 对不对 就带你月鹰 你说你月鹰步兵孙权吗 不知道谁威胁最大 反手就被剁了 现在孙权还真不虚他们 下一道 这个掉血啊 有无双啊 直接刮死群羽啊 那你这个你就打不过孙权了 真的打不过孙权了 孙权还有制衡的 下一道 先制衡四张 其实他之前有几次啊 制衡的都略少啊 有些就是之前像那些火炸 什么早就应该都制衡掉啊 没什么用啊 吃桃吃桃吃桃 不要苦了 稳稳打 有孙权嘛 怕什么 加许的话又不可能 又不可能轮轮摸到杀 对不对 有孙权 你回去的状态比他快多了 爬下去 杀一道 吃个桃 对不对 这就很容易了嘛 南蛮 出杀 杀没杀 南蛮肯定要出杀 不然回头 回头就剩一血就危险了 直接杀一刀带走啊 最后获得比他胜利啊 你看对不对 就这样吧 并不是说你一个人一伙就不能赢了 有点累都有点类似于野心家 当然一个人一伙的话 嗯除了你自己要打的没问题还需要那么一点点运气 对不对 嗯 今天的不断视频就到这吧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